老李 开车 程总 我们都送行李回去了 放心吧 有人送他回去 师父 咱们跟过去 你干吗呢 我问你 你刚才干吗呢 干吗 乔雨 什么我干吗呀 怕骚扰你不知道啊 过来 起开 你有病吧 这是酒吧 大哥 谁骚扰谁啊 我来骚扰他呢 走 他不是我的男朋友 好吗 别害怕 别害怕 扫兴啊 酒 小姐 喝什么 啤酒 好的 不给他 他喝多了 酒啊 我说了不给他 他喝多了 乔总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 你看你现在都什么样子 行了 不喝了啊 我送你回家 好不好 快 走 听话 走 走 干吗呀 干吗呀 你这样送我回家啊 啊 你确定吗 跟你玩玩 可以啊 但是想要跟我谈恋爱 不想这儿了 不想这儿了 心里姐 早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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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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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去啊 你出去啊 干嘛 你不下来吗 我这样去公司啊 滚 那个 那个 要不我给你擦吧 你也看不见 是吧 别动啊 你 你往前点别动 不是 我刚才真不是故意的 你别动 不是 还有纸吗 昨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 据我观察 Cindy姐和陈总 一早上完全没有眼神交流 对乔总的态度也特别冷漠 会不会是 Cindy姐昨天晚上喝醉之后 曝光了地下恋情 所以陈总脑羞沉怒提出了分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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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辉 你分析报告做完了吗 你就在这儿八卦 杨晓晨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 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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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小时之后开会 你们都没看手机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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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来 Cindy姐 Cindy姐 潘达 准备二十杯咖啡 手冲 Cindy姐 决金融跟做金融可不一样 你在学校成绩好 不代表你到公司业绩好 在别的行业里 甲方是爸爸 但在我这行 你可得先学会做儿子 因为好的投资项目 是不可能坐在那儿等你的 你要想拿到不同的客户 光靠在办公室使用工 根本不行 你要动用一切的手段 才能把先机牢牢地掌握 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一个项目是否值得 投资与注资 除了表面上 需要了解公司的条件 与项目资料 还有更需要深入了解的 就是公司经营者 以及项目合作者的出身 性格 爱好 有过往经历 通过这些来了解 和他们是否 有项目合作的可能性 高总曾经走过仕途 半路下海经商 在项目审批等方面 他经验丰富 尽管要求严格 但只要和他合作的项目 都不会出现纰漏 可是他说话喜欢留一把 和他谈项目 就要注意画中有画 寒而不漏 最主要的是 听明白他的意图 新总上道了 明师出高徒啊 是高总教得好 那新总肯学 这二百八十码是一杆 五厘米也是一杆 两者在积分卡上 是没区别的 但是五厘米的推杆失误 要远比二百八十码的 开球打偏惨重得多 专业的事情 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做 像我们这种业余的 拿着铺维一 也打不进十八度 我相信浩学的聪明人 跟董行的老师傅合作 十八栋七十二竿 不是没可能的 有很多想问的吗 刚才还有 现在都明白了 还不算太笨吗 孙力姐 我发现杨总 她虽然是个女强人 在商场上也雷厉风行的 但是她直经未婚 说明她内心娟秀 还在等她的白马王子 所以与其让女孩子跟她去谈 还不如找个帅哥去谈 对不对 分析得没错 不过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您好女士 请这边请 谢谢 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我先不用 我等我朋友来再说 那好 有需要您随时叫我 谢谢 好的 嗨 心里姐 这儿 哎 心里 杨总 好久不见 是啊 哎 你这哪儿买的 这个啊 坐 这个我是在摩娜哥买的 我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 来 给我看看 这个包 我也是托我个朋友等了三年才等到的 很好看 说实话 我就差这一个 就能完成我所有的收藏了 是吗 那我可以把我朋友推给你啊 然后你问问她也许还有呢 好啊 你可以拍一张照然后发给她 确实挺好看的 我告诉你